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求人 你現在覺得怎麼樣 我很好啊 你是誰啊 你不要靠近我 我要叫救命喔 不要靠近我 救命啊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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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啊 我們是實驗品啊 媽 哥哥哥 你做夢了 小雲盛 李宗盛是你喔 我啊 剛才做了一個噩夢喔 目前啊 我被外星人抓走了 好可怕 而且他埋子 逼近我喔 好嚇人喔 蛤 李宗盛 你說的那個外星人 是不是頭長得大大的 然後手細細的 走路起來 搖搖擺擺的 對… 那你看 是不是那個 啊 就是他 難道 隨便老姐姐 你也被外星人給綁架過 不是啦 香蕉哥哥 這是我自己做的 搖頭晃腦外星人 你自己做的 怎麼可能 它看起來就像真的一樣會動耶 難道裡面有放電池 你好聰明喔 答對了 裡面真的有電池喔 可是這個電池永遠不用換星 也不怕每天不會動喔 自己做的 怎麼可能會有這種 高科技的東西啊 真的 它不是水蜜桃姐姐 它的頭腦裡面 住著一個外星人 唉唷 香蕉哥哥 你在想什麼啊 我是貨真價實的水蜜桃姐姐耶 想知道謎底的話 就趕快跟我一起去快樂魔法屋吧 待會見 嗯 也對喔 大白天的 怎麼可能會有外星人 一定是我在做白日夢 飛蛇來了 降落 該不會要把我做去做實驗吧 水蜜桃姐姐救我 要動手做了 今天要做的是搖頭晃腦外星人 要怎麼做呢 要做外星人要準備一個紙碗一個紙杯 我們要用鉛筆或是鉛絲筆呢 在上面畫出它的形狀 像我這邊畫了一個嘴巴 旁邊畫了腮紅 紙杯的部分是身體的部分 我畫了一些波浪跟點點 我們現在再用我們的廣告顏料 來塗上顏色喔 好 我的身體要畫成紫色的 然後在點點的地方 我們要加一點點藍色 下面就畫藍色 這樣就有不一樣的顏色了 整個都畫好之後 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都畫好之後就像這個樣子 你看 好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剛剛有留下眼睛的部分 好 那我們就拿兩個黑鈕扣 後面貼上泡棉膠 像這樣子 然後撕掉 把它黏在嘴巴的上方 當作眼睛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在這個杯子 也就是頭上面頂端的地方呢 這個黑點點有沒有看到 這裡搓兩個洞 好 搓好洞之後呢 我們在這個身體 也就是杯子的地方 在這個杯圓的兩側這邊 還有這邊也是一樣搓洞 搓好洞之後呢 我們在身體的底端 也就是杯子的下方呢 我們也要搓兩個洞 那這個位置呢 差不多是在杯子兩側的 在前面一點 因為這邊呢 是等一下我們要用來放手收的喔 所以呢 要在前面一些些 好 搓好洞之後呢 我們現在呢 要用毛根來幫它做 天線跟手收喔 所以準備兩條毛根 你看第一條毛根 我用桃紅色的 要做它的天線 所以我先在一邊呢 捲成螺旋的形狀 我現在要穿過 我們剛才水面條姐 在碗的上面穿了一個洞 我們先穿過去 好 把它拉出來 你看 慢慢拉 拉到平均差不多一樣的 放好之後呢 那我們現在用鑷子 把它轉圈圈 捲成另外一個螺旋形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做它的手囉 所以另外一條毛根呢 可以先把它用鑷子夾成 有一點愛心的形狀 可是其實是像手的形狀 你看像這樣子 手收的形狀 一樣照剛才穿天線的方法吧 一邊穿進去之後呢 再從裡面另外一個洞 穿出來 一隻手已經完成了 另外一邊呢 也是用一個愛心的形狀喔 你可以先繞一個圈圈 然後轉起來 轉轉轉 往下面擠一下 就變成手收的形狀 你看 那現在我要來做 聯合頭跟身體的一個彈簧機關囉 這樣子我們的外星人 才會搖頭晃腦 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要準備兩張這個 長條形的這個 剪下來的長條形厚紙板 那我們在其中一條的這個 這個西卡紙呢 這個錢讓我們黏上雙面膠 把它撕下來 然後呢 跟另外一條這樣子 交錯的黏在一起 就變成有一個直角的樣子囉 那就是這樣子之後 我們把在上面這一條往下摺 然後旁邊這一條也往上面摺下來 就是這樣兩條互相的往上一直交錯 摺摺摺就可以囉 都摺好之後就像這個樣子囉 你看 轉轉轉 就變成像這樣的彈簧囉 那我們再在兩邊呢 黏上泡棉膠 這一端呢 黏在我們這個 頭裡面 紙碗的裡面這邊 那現在呢 底端這個泡棉膠 我們一樣黏在這個 我們這個紙杯的底端 好 然後把它黏起來 那記得喔 手時候要對整眼睛喔 不要黏歪囉 好 黏上去 接下來 你看它會搖頭晃腦 可是它不會動啊 沒關係 我們可以準備好 一顆一號的電池 大一人的電池喔 還有旁邊的橡皮筋 大的一條 小的薯條 然後還有棉花棒 棉花棒等一下用來固定喔 所以我們先把我們的電池拿出來 要來做它的輪子 然後用比較大的橡皮筋 從正極負極這邊繞起來 就會卡在中間 卡住中間的這個位置以後 我們再用膠帶把它固定貼起來 這樣子呢 橡皮筋就不會掉下來了 然後就會剛好固定在前後兩端這邊 然後黏好之後呢 我們再把小條的這一種橡皮筋套 大概三四條進去電池的身體裡面 因為等一下這樣子 會幫助它走路的時候呢 會比較可愛 會搖來搖去喔 套進去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把它裝到 機器人的身體裡面囉 所以記不記得 水蜜桃姐姐剛才有在 杯子的最底端這邊 鑽了兩個洞 這邊一個 另外對面這邊也有一個 那我們要把它裝進去喔 好 先把電池擺好 然後呢 橡皮筋的一端呢 擺在洞上面這裡 用錐子穿過去 那我們把棉花棒前面 還有兩個大頭的地方 剪大概剩下來1.5公分 然後呢 我們把抓緊的橡皮筋 這個洞洞呢 用棉花棒穿進去 穿進去 你看 另外一邊的做法也是一樣 固定好之後會像什麼樣子呢 就像這樣兩邊 都有一根棉花棒 這樣電池就不會掉下來 有沒有 沒錯 就是這樣做 你看像我這邊做了一個蘑菇的喔 底端的電池跟橡皮筋的綁法 就是這個樣子 旁邊兩邊有卡住了 所以它透過這個橡皮筋呢 就會有摩擦力 它就可以這樣往前滑動了 對不對 趕快來看看外星人走起來 會不會搖搖晃晃 它的玩法就跟回力策一樣 先把它往後拉 所以剛才那個橡皮筋小條 其實就要增加摩擦力 讓它旋轉 對 放開 它就會走了耶 快點摔進去耶 好 剛來試試看蘑菇的 可以 往後拉 往前出發 跑起來好可愛喔 那我們兩個可以來玩 外星人追蘑菇的遊戲 好 1 2 3 來抓我啊 來抓你… 好可愛喔 兩隻小小的搖頭晃腦的 外星人跟蘑菇跑起來好可愛喔 沒錯 就是這樣的做法 小朋友可以做不同造型也可以喔 對啊 家裡用到這些 不要用的紙碗或紙杯 就可以做出好玩的遊戲 你們也可以來試試看喔 等一下跟著香蕉 水蜜桃 一分鐘玩創意 YA 就到了一分鐘玩創意的時間囉 趕快來看一下 今天的挑戰者是 水蜜桃姐姐 YA 我今天要做的是 手套章魚 水蜜桃 一分鐘計時開始 首先準備一雙 媽媽平常做加設這種手套 然後準備一顆氣球把它吹綁 好 然後把它吹好之後綁一個結 打枝 綁結這個一關實在是很難得過 好 綁好了 好 現在我把手套戴起來 戴上手套 我每次戴手套都是手指和最不準 然後泡棉膠撕掉 黏在手背的地方 然後把吹好的氣球黏上去 那記得有結的地方要朝前喔 再準備兩個洞 洞也很大的 黏上泡棉膠黏上去 另外一顆也是 YA 完成了 等等 章魚在哪裡 是在這喔 你看 大家好 我是章魚小姐 那這一隻可愛的章魚啊 還有什麼功能呢 仔細看好了 它可以這樣 我拿 你看 這樣我拿麥克風的時候 就好像有一隻章魚啊 纏在麥克風上面喔 不過小朋友在家裡 也可以自己動手試試看喔 那小朋友 下次同一時間 記得還要收看我們的 快樂魔法屋 下次見 拜拜 章魚先生唱歌 YA Let's go Let's go 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劉丁哥哥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歡迎按這邊有一個訂閱鍵 按下去就對了 這樣就可以常常看到我們了 那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 更精彩的節目的話 可以按這邊 登登 有很多精彩的節目喔 要常常上來看我們喔